佛教的每一部经典 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了生托死 佛教是极为重视生死学的宗教 对于人生实相进行深刻的观察与领悟 以丰富的生命智慧来引导人们 测误生命的本质 在佛教意理系统中 将人生命流转的生老病史 与宇宙变迁的沉住坏空结合起来 佛教的经典 每一部经典 当中是为了到主义众生的生死门 所以为了到众生的生死门 就是爱众生的脱离生死 爱众生的念佛 念佛 念清 爱众生的生死门 爱众生的好好的来为了到 国人教导用这个佛法的研究 然后教导众生的来这个人道感 一步一步行 念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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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清 这三 这些都忠实 所以希望 我们主义可以在这种阵营之下 来应用 念在这些世间 可以代替主佛菩萨 给度一些人 体验到缘起的诸法理性 误解到诸法的必然秩序 入诸法空急 证得涅槃解脱 将人的生命提升到宇宙万有的本源之处 在生死相续的因果轮回中 经由般若智慧的证悟 体现无声无面的真如实相 十方新闻 郭宜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